140 工商時報Sliders創辦人徐浩亭一元自行車創業夢 2015年7月26日企業服務A 12篇7部79年次的 徐浩亭是Sliders創辦人 也是Sliders滑板接叠自行車設計師 東海大學工業設計系畢業前 他到自行車工廠工作了一年 在外街頭單車的他 發現市面上沒有專為女性設計的單車 因此著手設計他的第一行產品Sliders 將使用者體驗最優化 希望從此自行車載也不用受限於穿著 方便在城市旅騎乘滑行 兩秒修節便於攜帶 此行設計也得到2012年A家創意義季設計競賽工業設計類第一名 及2013年Redesign Award 交通工具和運輸設計類別白金獎 在許多同學選擇出國打工度假或留學的同時 徐浩亭選擇了不一樣的路 他花了一年的時間到自行車工廠學習 花費四年 歷經百次設計修改與五代的原型測試 終於完成了Sliders 徐浩亭跟所有創業家一樣 有了想法後開始募集資金 除了與在美國的共同創辦人 Mark合資成立公司 一開始選擇在台灣的平台無資 三個月募集兩百多萬 並且申請台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透過政府零息的貸款方案 產品終於在今年4月正式上市 現在除了官方網站上可購買到Sliders或板接的自行車外 海外的Mike也正積極開發市場 預計接下來可以在美國 台灣等地於電子商務平台上的徐浩亭新兼多職 設計 開發 找廠商 行銷等 每天工時平均12小時 初期的研發及準備階段就醞釀了四年多的時間 他說 我不擔心別人做過的市場 只希望大級客戶最好的使用經驗 精益求精 實事求是 聽起來很老派 卻是我創業資金的信念與初衷 預計2016年推出第二款產品 自衛接的自行車 為了維護品質 所有零件堅持完全台灣製造 以至於初期投入的資金較高 卻也其許明年可以開始為公司帶來營收獲利 政府政策雖然不見得完美 但至少給了創業者一個機會 徐浩亭認為 政府能做的不多 但是對於創業初期資源缺乏的創業家來說 提供了很多支持 從一開始想要申請的經濟部中小企業儲創業貸款 到後來申請成功的台北市青年創業融資貸款 以及目前正在申請成為2016年台北世界設計之都的設施之一 希望運用政府空間設置單車咖啡館 接下來也準備要申請國法基金 他也表示 如果政府能夠持續推動進創業加速器計劃 或時開放限制空間的申請運用 對於像他這樣的創業者來說 都市莫大的幫助 在台中讀大學的徐浩亭 回到台北創業以後 也體會到都市資源的豐厚 他說 以前在台中佛人問津 在台北及經常收到採訪邀約 目前沒有過多的行銷預算 他卻透過媒體的主動採訪與報導 逐漸打響之名道 對於自家產品肯有信心的他 希望直下來能夠持續將產品做到最好 讓使用者感受到自行車帶來前所未有的完美體驗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廣告